近载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任君老师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 台股开高走低 目前盘中上涨了30点左右 那早盘呢 一度大涨了将近快白点 那为什么尾盘会收 一个上引线出来 那最主要原因 还是在量能部分 目前整个市场的成交量 大概只有2000亿出头 预估量2000亿出头 当然你在一个没有量的格局 代表说我现在的买盘 还是比较不足够 但是呢卖压来讲的话 其实也比较小一点了啦 所以呢大家都在等 等什么 等一个讯息出来 那就是联准会 到底他要升息几码的问题 那我认为不论他是升两码 还是升三码 只要这个升息的议题呢 大家确定了之后 其实股市呢 就会开始反映他应该有的价值 那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说大家都在等一个讯号出现 那个讯号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谈的嘛 你要有200点的下引线啊 或者是他要有一根爆量长红棒出来啊 那我认为哦 这个机会点其实在明后两天 是非常容易出现的 因为我们从整个肺半指数呢 来去做一个观察 这我昨天跟大家谈嘛 肺半指数是这一波啊 就美国三大指数里面跌幅最重的 那你跌幅最重你要率先去做指纹嘛 对不对 那整个肺半指数呢到昨天啊 其实他已经底部的支撑 已经非常非常的明确了 因为已经测了三次了嘛 那我测了三次的底部 他没有跌破 这里呢我们可以视为短层 短线的支撑 你要突破的话 你要先遇过压力 你要越过压力 所以越线的反压 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说我出现一根长红棒 突破了越线反压 那我现在呢 扣底值他要扣底低值的时候 越均线就会转回翻阳向上 到时候呢 最弱势的所谓的肺半指数呢 他就会变成一档强势的指标了 他就会变成强势的指标 所以呢你看到肺半呢 其实最近已经开始在 慢慢的收敛上来了 从昨天的重挫 从之前的大跌 现在呢已经准备要去挑战 越线的压力了 那我找一根长红棒突破上去啊 现在的扣底值在这个位置点上面啊 那我扣底低值的时候 均线很容易转回翻阳向上啊 那我一旦均线转回翻阳向上呢 那机会就来了 台股的机会就来了 所以你会看到最近的行情里面啊 他出现两极化的走势 以前后 大家最认为最好的族群 比如像说快筛四季 他今天其实表现的不是很好 甚至有的利多他还不涨 反跌下来对不对 包括4736的这个啊 泰伯啊 哇昨天告诉你 他今年第一季赚多少钱又多少钱 股价反而是跌的 这很妙哦 怎么会有利多反而不涨的一个状况出来哦 包括1760的保龄附金 今天也是跌的将近快7%嘛 甚至4133的亚诺法 今天盘中来到一个跌停板的走势哦 所以呢 生计族群开始呈现一个利多不涨的一个状态 但是反过来 有一些股票反而利空不跌 比如像说6488的环球金 昨天告诉你他获利大幅衰退 一季只赚4块钱就有股价呢 盘中上涨了将近快5% 还盘中反而涨上来了呢 所以现在的资金开始出现一个移转的状况啊 以前大家最看好的股票 他反而被人家做获利了解 另外呢 大家最 以前最悲观的标的 现在慢慢的开始吸引资金进来了 这也符合我一直在跟大家谈的 其实资金的流向 一直在做一个调整 一直在做一个改变 所以在4月22号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说 哇 现在的多方量能呢 你要注意的是生计类股 生计类股呢 它有点过热的现象 我说你不要再去做追价了 因为它会做移转 那如果说 它刚开始去做布局的话 它还没萌芽之前 你下去做切入 我觉得你有钱可以赚 可是呢 当它已经产生一个过热 大家都在疯狂追价的时候 那它就会产生一个移动了 就开始 这些人逢高来去做调节 逢高来去出货的一个状况 所以慢慢的你就看到说 这些资金一直在做移转移动 包括4月28号的时候 我说半导体已经慢慢的开始吸引资金进场了 甚至比较强的在所谓的网通族群里面 也开始有资金 大量的资金来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所以呢 移转移动嘛 那生计类股呢 已经慢慢的移到了所谓卖压比较重的一个地方 那包括到昨天为止啊 我跟大家谈说 贵买的半导体加上市场半导体呢 已经慢慢成为主流了 它已经吸引大量的资金来去做一个布局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把目光focus在相关的电子族群里面 包括有一些被人家错杀的标的 甚至呢 有一些低估的族群 我们都要下去做一个观察 做一个布局嘛 所以资金的流向 它会决定 未来行情的方向 那么有一些高价的电子股 比如像说相关的半导体族群 像3529的力旺啊 虽然说它今天是做回档 可是不要忘记了 它已经出现了连世宏的走势 它现在呈现一个乖离过大的开始 去做一个收敛的一个状况出来 那你说它的 以它的基本面来讲的话 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了 那股价呢 它跌幅将近快五成啊 做一个反弹 它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状态 可是呢 像这种高价的族群 不是一般的投资人 会去做布局的方向 因为我动辄一张就几百万起跳啊 我一百多万的股票啊 不是一般的小散户们 会去做布局的标的嘛 那这些个股 它代表了一个 就是说我市场大户的资金 正在回流的一个现象 有人开始呢 在四季再去抢便宜了 所以当这些资金开始去做回流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思考一点了 那他们还会买什么 他们要买的标的在哪边 所以除了力旺以外 包括五二七四的信华 像这几天的反弹的幅度也非常的大 那这些都是属于高价的 而且跟所谓半导体族群 去相关的一些标的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了 如果说这些股票它会涨 如果说这些大户 他们资金要回流 那法人的资金也会往什么方向移动 往半导体的族群开始做移动 所以半导体族群当中 我认为未来成长性最高 这是我看到的 未来的机会点最大 那当然还是在材料的部分 所以今天环球晶的上涨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了 有一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叫做台积电所扶持的化学 化学产品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在这一波行情下跌的过程 你说很多的化学股 比方说1773的圣衣好了 其实它距离它的历史新高 非常非常的近 非常的近 也就是说它目前的跌幅来讲 是远远优于大盘的 那你说圣衣它是做什么 台积电的相关化学药品 所有的台积电的 所谓的那种高纯度的双氧水 清洗液都是在圣衣所供应的 都是由圣衣所供应的 包括4755的三幅化也是 三幅化你看 这是历史新高的位置 以它现在的股价来讲 其实也是距离历史新高不远 讲难听一点 两根掌停板 啪就过去了 那这些标的 它在经过大盘的历练之后 清洗过后 其实他们都走出一个量缩 甚至一个价钱 小幅回挡的一个状态 那也就是过去的 这些购买的资金 它并没有离开 比方说三幅化来讲 哇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个位接点上面 是让它的金流从300 跳升到前9名的关键 那这里大量的资金来去做布局 你在回挡 呈现一个线型盘叠 这种线型盘叠带的是量缩 那我居然是量缩 我原本这些买的资金 它并没有离开 它一直都在里面 那它看到的是三幅化 什么样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要去探讨的嘛 所以我说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 其实他们不会受到 整个景气的影响 因为像三幅化的药品 它目前为止都只是 刚开始出货而已 他们开始慢慢的 开始在成长开始在出货 你说所有的东西 它要建制 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回收槽 那我要去建制一个回收槽的时候 它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情 它必须花好几年的时间 在那所有的厂区 通通建立起这些回收的装置 所以它的成长速度 它会延续好几年的时间 甚至说当你的回收槽 建立完成之后 你未来的整个熔记的回收 它也只能找三幅化来去做代工 而且这个技术也只有它有 那如果之后它有 我未来跟台积电的合作 就可能是长达五年到十年以上的时间了 那以它目前的整个EPS来看 一年赚六块钱 今年就可能赚到一个股本 因为你算一个成长五成就好了 那你以它一百多块钱的股价来讲 讲实在的真的很便宜 真的非常的便宜 但是你要买它 我也强调过 不是用追价的方式 当大家都在抢的时候 你去追它 那你一定没有钱赚 可是反过来 当大家都不要的时候 没有人发现到的时候 这个就会引起我的兴趣了嘛 所以我当时在买三幅化的时候 一样量占比告诉我一件事情 这个股票开始有人在买 那量占比一千五跳升到三百 一千二的这种增幅耶 那这种增幅非常大的情况 代表说我这背后藏有一些故事 是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那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旦实现之后 你才知道说原来它有这么赚钱 但是等到它真的知道了 等你知道的时候 哇那时间上面可能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第一次在买的时候 在这个位阶六七点四元下去做切入的嘛 第二次在八三点一元再继续买的嘛 涨到一百零一块钱的时候 喂叫我的会员续报啊 手中持股续报没有我的指令 一张都不要卖啊 所以当你涨到一百零一块钱 我知道大家都会怎样 都会想说哇我赚那么多了 我赶快换股票 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时间点上面 你去换了 假设你换了谁 你换了长龙好了 当时一百零一块钱 三浮换来到一百零一块钱 长龙是一百四十九啊 后面跌掉了一百一嘛 那那阳明呢 当时在一百三十一块钱 后面跌掉了九十五啊 那天狱呢 IC设计类股 当时两百七十六块钱 跌到了两百啊 甚至蹲待了一百七十八块钱 跌到了一百四十五块 这都是市场上面 很多专家在推荐的标的 但是我呢 因为我看到它的未来 我知道说资金没有离开 那没有离开的话 未来它当然还有空间 它非常非常有机会 还有见到高点的机会嘛 所以我就一档股票续报有没有 从一百零一块钱一路报到哪里 一百八十七点五元啊 那你想想看哦 你在一百零一块钱 它正要飙涨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市场上的投资朋友 你没有我的抠讯 你就报不住嘛 那你报不住 你后面最好的这一段85% 你就错过了 那光这一段的空间 你就高达86块钱 涨幅 从第一档上来涨幅178个percent 那你如果换到其他的标的 比如像说又跑去做了谁 又跑去做了敦泰并没有比较好 又跑去做了天狱也没有比较好嘛 跑去做了阳明也没有比较好嘛 跑去做了谁 跑去做了长龙也没有比较好啊 所以呢买股票是一个关键啊 但是怎么样把一档股票报好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嘛 否则一直在做换股的过程 你有可能抓股招逼 就明明这档股票很好 可是你把它换掉了 结果呢机会反而措施掉了 所以我说三幅化 当然它后面还有空间还有机会 那它现在走一个叫做卸行盘跌 那这种卸行盘跌的末端 它会快速的去拉过起跌点 那什么时机点它会开始 去做一个反转 这就是有趣的现象 那什么时候要反转 我认为反转日 就在整个非半指数 开始在翻转的时候 所以我们从非半指数的角度来看 如果它开始突破月线 它将会带领 它将会是一个台股当中 未来的明日之行 又是一个明日之行 所以趁着这种回档的过程 不要害怕 因为成交量的角度告诉我 原本买的人并没有离开的情况下 你拉回就是站在买方来去做切入 那你要怎么买 真的不知道的 当然欢迎你跟上脚步来 那一旦错过了 就很像错过六七点四元 错过八三点一元 那这个错过的机会 我也没有办法帮你再拉回来 我只能再找新的一个买点 让你去做切入去做布局而已 那我认为这个买点快来了 一旦你错过了 真的我没有办法 我就没有办法了 那一旦它开始做飙涨了 那也不用误我 老师还能不能再买了 所以类似的标的还有很多 那相关的化学族群 我们待会广告回来继续分析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竹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成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照 带您领先动息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免主轴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成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照 带您领先动息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尘头脱付 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阿公确诊了失之症 这是我们感受 最低落的一个时刻 很多时候 确认 才会让我们更清楚 如何面对未来 善用政府的长照资源 帮助了我的阿公 也帮助了我的家人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 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刚刚跟大家谈到 就是说 现在的资金 它其实不断的在做 移转跟移动 那从原本的 比较热门的生技族群 慢慢的又回归到 所谓的半导体 相关的一个机会点来了 所以从5月3号的 金流图来看 现在包括贵买半导体 跟市场半导体的部分 已经开始有一些资金 在布局的一个动作 但是这些股票很特别 它会突然之间 邦一根就上去了 然后甚至 你如果用一般的 技术指标来看的话 你可能真的 你看不出来 哇 这种股票也去 你知道吗 比如说8261的附顶 今天攻上亮灯涨停板 讲实在的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地方遮起来 我们把今天这个亮灯涨停 遮起来 你会觉得它是一档好股票吗 你绝对不会觉得它是一档好股票 对不对 那不是因为今天涨停 它其实这一段的跌幅也相当的深 那为什么会涨停 因为利多出来之后 大家发现没有那么糟糕 利多出来发现原来它获利这么好 那之前为什么跌没信心 资金一直在做一个出货的动作 但是一旦利多开始实现之后 大家发现错杀了 股价就上去了 那台股当中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标的 只是说现在大家还没有发现 因为恐惧还是居多 害怕的人还是比较多 那你在害怕的时候 你就会错失掉很多的机会 比如像说三幅化当时67块483.1元那个机会 那有一些个股它真的很好 比如像这一档标的477 是XXX这档股票 那它是半导体化学的运输股 那它主要的客户是谁 三幅化 英特尔跟台积电 所以这么好的公司 它其实获利 每年的获利都将近超过一个股本以上 以它现在的股价而言 真的有点太过于低估了 那你说什么时候会开始冲 当大家不再害怕的时候 它就开始冲上去 可是当大家不再害怕 它开始冲上去 就有可能跟腹底一样 直接锁住不让你买 那你怎么办 你再去追价吗 那你的成本又会比别人高 所以我觉得趁着回挡 震荡整理的过程 逢低来去做布局 所以投信他也知道 他也悄悄地在买 你看他说只要一回挡他就大买 只要一回挡就大买 只要一回挡就大买 那他看到的是什么 他背后的故事 背后有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所以金流为什么会从1000跳到300 那就是有一个背后的故事藏在那边 不为人知 就很像三幅化会从1300跳到300是一样的道理 1500跳到300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这些股票都有人在偷买 都有资金悄悄在做布局 那只要一开始他的利多开始出来了 股价就会开始往上去做攻击 可是在那个之前 他一定要先把他股票买好买满 否则我一旦释放利多 股价都冲上去了 我怎么买呢 就买不到了嘛 所以为什么市场上面 最强的技术分析叫做量比价先行 当这些人在买股票的时候 技术分析第一个产生讯号的 不是价格 而是什么 成交量 而是成交值的部分 所以他们买的钱越多 他们进场的部位越大 就代表他未来呢 他的利多就会越强 只是说 你如果没有量价关系 你如果没有金流 你看不到他的未来 所以你会因为行情的震荡 而感到害怕 而感到担心 可是当你知道 原来背后他有故事 原来背后有一些利多 只是大家不知道 那你在操作上面 你自然不会担心 你自然知道说 有所本无所拒 无所本心才会慌 所以包括有一些个股 像星星的部分 他的金流比 已经从30跳到前9 这是蛮强的 为什么 这个是很强的讯号 因为你的金流 如果你的排名 本来就很前面了 可是你要再往前推升的时候 他的力道必须更强 讲简单一点 我如果说 我假设我在班上的排名 是前10名 那我要把我自己 推升到第一名的时候 他所付出来的心血 他所需要耗费的时间 绝对比你原本从40名 跳升到30名 来得容易的多 来得难的许多 所以当我的金流比 本来就很强 也已经是一个市场热门的标的 突然之间再往前大幅跳升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有趣的讯号 所以行情在做回档 他先率先拉出一根长红棒 今天突破越线了 今天上来越线 指数还在越线之下 类似这样的标的 不就是未来的焦点 未来的机会 这也是利空 过去大家都在讲封城 把他的股价打下来 可是封城就是一时的 那开始复工 原本的利空变成利多 那什么都没有改变 我的IC载板的需求 还是这么强 那回档回来 你应该要感到开心吧 你可以捡到更便宜 更便宜的星星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IC载板 投资朋友也可以留意 因为也是相关的 半导体族群的标的 那这档股票也是很特别 量占比开始出现一个改变 从40跳升到前70 这一根大量长红棒出来 未来要走量缩 量缩回档 强势股拉回站 在买方来去做切入 所以整个金流的资金 开始出现一些改变 从原本大家所 没有发现到的股票 已经开始有些买盘 开始去做布局 所以我们要找的是说 第一个这些标的 它的金流占比 开始大幅的往前跳 那资金流入的量越大 它背后的故事就越强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那我的大盘 现在都还在月线之下 可是我的股价 能够率先突破月线的 代表我的筹码面 相对来讲 比大盘还要来得更安定 就很像说我一个班级里面 我有1800名的学生 那我这1800名的学生 平均考试分数是60分 那这60分 有人高于60分 有人低于60分嘛 所以平均下来才会怎样 才会是60分啊 那以这种角度来观察的话 月线就是一个重要的一点 当我的股价能够率先突破月线 未来突破 开始带动月均线翻扬的机会 就越大 那你这种股票一旦开始起涨的时候 它也会成为市场上的主流 所以我们从最近的角度来去做观察 我说中国现在开始去做所谓的铁路公路 跟网路的三路基础建设 所以这个三路基础建设 开始开发下去的时候 有一些网通族群 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重点 包括5G的网路基础建设 像宇治啊 当时我们在买的时候 它也没涨 那等到后面亮灯涨停的时候 全市场都疯狂大家都在讲了对不对 可是当它涨停板的时候 我说乖离过大它会做回撤 那你要回撤回来 再去做切入再去做布局 不要急着去追它 不要硬去追股票 所以你说这个股票有很差吗 最近开始做回档啊 但是讲实在的啦 你把它的整个股价打上来一看 这个完全不像指数点 2000点应该有的股价吧 那它是不是逆势强于大盘 那为什么它会强 因为我讲啊 在整个习近平 他现在未来要促进经济发展 对不对 一开始把网通纳入 未来的发展目标了 那如果说网通未来 会成为全市场的焦点 那有哪一些股票 它是有人在买的 那这些股票你要如何去做布局 维持节奏最重要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房 时间有关系 我们今天为大家解释到这边 感谢大家接着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险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为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险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周证代出 Ten 底铺值得托付 二千元 蕊汾 Legends 021-iler